希望大家都平安 大家都在說跟921比跟921比怎麼樣嘛 然後就說他的同事已經年輕到沒有經歷過921了 地震還是比較可怕 但是這件事情的羞辱性比較高這樣 年輕人越大就真的會對這件事情很有感觸 就是啊 生命最重要 平安真的最重要 家人能夠團聚在一起最最最最重要 我平常刷牙的時候會把睡衣都脫掉 然後睡衣脫掉之後洗臉刷牙完 然後我就量體重 我今天 因為大家都是被先驚醒嘛 然後確認都還OK之後 我就去洗臉刷牙 當下我要把我的那個睡衣脫掉的時候 我想說 因為還有餘症嘛 想說啊 是要脫還是不脫 我後來還是脫了 哈哈哈 今天大家盡量避免裸體的時間喔 地震發生的當下 我跟我老公就是都在床上睡覺 然後那個 他一醒來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抓過去 然後抱住這樣 然後到地震停下來 我老公是最棒的 應該不是想要悶死我 生命這麼短 人生那麼無常 就是要把時間花在 自己愛的人身上 跟愛自己的人身上 多把我時間跟自己愛的人在一起 然後多擁抱自己愛的人 我覺得這太重要太重要